好,我去美女,去美女,美花 那叫茉莉花 好好吃 我全部都要喝嗎? 買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個味道 推薦給大家,大家一定要去買這一款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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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look 耶呀米粉 好吃,你給它多少份? 我給它10份 這麼高? 非常喜歡瓜子,它是什麼味道? 哇哦,我老婆黃狗,中國的零食東西來了 我去拿給它吧 長友 這個字叫什麼?你中文 心,心,羊,心情羊 心香伴 心香伴 也美 也美 美 美 這叫味道的味 味,日,邊 味香水 味香水 心香,羊,喂 清香伴 美香水 清香伴 美香水 Hello大家好,我是索菲 I'm Toby 這個呢,是我前幾天在打醬油上面訂的一些中國的零食 我那天逛打醬油的時候我發現上面居然有我最喜歡喝的real雞尾酒 所以心動不如行動,趕快下單吧 好,然後呢,大概四天左右吧,就經歷了一個週末 就到我家了 我們今天就來開箱 我在打醬油東馬 雷尖什麼吧 大家一起來看一看 看看這裡 好 在歐洲的朋友 大家應該都有聽說吧 應該也有買過 因為我之前也在打醬油買過很多次東西 打醬油呢,是一家歐洲 在線亞洲潮司 它裡邊賣各種各樣的亞洲食品 特別是中國的零食 我之前呢,也有在打醬油上面買過東西 然後這一次呢,我發現了它有real雞尾酒之後 我非常開心,立刻下單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有些什麼東西吧 寶寶,你來看一下 寶寶,這什麼? 打醬油跟好歡樂的一個合作 寶寶,你看一下我給你選了一些什麼好吃的吧 這是什麼? 瓜子 你是不是想吃瓜子? 是不是 非常喜歡瓜子 它是什麼味道 Honey Butter Sunflower Seeds 什麼味道?中文 哈 哈 蜂蜜 蜂蜜 那個 油 蜂蜜 黃油 蜂蜜黃油 瓜子 我很喜歡吃瓜子 這肯定是你喜歡的 YES 這什麼味道,你看看 花 菊花 菊花 這肯定是櫻花 這個呢是櫻花米釀味的 以前我在國內最喜歡吃的薯片 就是樂士的薯片 因為它有很多種味道 然後這一次我發現了 它居然有上櫻花米釀味的 我這很難想像它是什麼味道 中國chips真的有很多種 好吃的味道 這是你喜歡的 這個呢 這是我不喜歡的 往往大米餅兒時的回憶 我上一次有在中超市買過 它是台灣版本的 因為我上次有在印刺上面發 我有幾個台灣的朋友 他有說這就是台灣人 從小吃到大的大米餅 非常大的一袋 你看 裡面就是一小袋一小袋的 我們小的時候吃的大米餅 就是差不多由我手掌這麼大 但是這是台灣版本 迷你的這個大米餅 我們試一下 寶貝啊 它有點辣 它哪裡在辣 它沒有辣椒 它有點辣 它沒有辣椒呢 乖乖 那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醬油 嗯 好好吃 它就是我童年的回憶 我童年好喜歡吃大米餅 又辣了 好好吃 而且它這個就是 你可以放在小包包裡面 它就是很小 一袋一袋的 它這個size 不會讓你吃的太多 就當下午的一個零食 也非常的棒 它非常大一袋 好了 它送了一個娃娃 它好乖啊 它這個娃娃好可愛啊 這是一隻什麼 小松鼠嗎 小松鼠 看起來是一個松鼠 Squirrel Squirrel 好乖啊 它有件衣服 可不可以把衣服給脫掉 你好憋 它的衣服是可以脫掉的 所以你過來我們看一下 你們三個人誰可愛 我們怎麼那麼像一家人 321 Yeah 我最可愛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 我記得我去年的時候 我在打醬油上面 無意間發現了這個 蜂蜜黃油的薯片 它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因為我人生從來沒有吃過 蜂蜜黃油的薯片 然後呢我就買了一袋 真的是人間美味 我發現好好吃 但是呢 我不今天吃 我只買了一袋 所以我留著就是 晚上看電影的時候 就可以留著吃了 推薦給大家 大家一定要去買這一款 我在丹麥的中國超市 很少有看到這個蜂蜜黃油的 所以我就只在打醬油 有買過一次 超級愛它 超好吃 嗯 都是你的 No 特別好吃 這是什麼 這是綿羊米粉 綿羊米粉 這就是你們鄰居的家 因為我的家鄉是在四川德陽 然後呢綿羊米粉就是隔壁 我家隔壁城市的綿羊 他們那兒的綿羊米粉特別出名 我從小也是吃到大 然後呢這一款就是你能在歐洲買到的 唯一的一款綿羊米粉吧 嗯 味道呢 我覺得還原度還是非常高的 每一次我要吃螺絲粉的時候 我就問Tobi 你要吃什麼 他就會回答我 綿羊米粉 特別可愛 老婆 拿一份 綿羊米粉 好吃 綿羊米粉 還沒有吃過的朋友 推薦給你們 你們可以去買來吃一吃 特別好吃 還有一些這個 重新牛肉 我這次選的 每一樣都是我的最愛 金牌甘溜 這好像是我最開始 剛開始做視頻的時候 看Viki的視頻 他推薦的一個 金牌甘溜的酸辣粉 然後呢 我回國內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些 給我爸媽他們吃 他們覺得非常好吃 所以我也買了一些 帶回丹麥 我給Tobi吃了之後 Tobi也愛死了 但是這一款呢 我這次買的不是酸辣粉 這個是 重慶圍的 重慶的那個 甘溜小麵 也是一個非常方便的 你看 放在沸水中煮兩到三分鐘 就可以吃的那種 很快速的 方便食品 反正它吃起來 味道啊什麼的 真的不擺了 非常的地道 Next 還有麵 你買了好多麵 No 這個不是麵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 我沒有吃過這個 陕西的朋友 看過來 這個是 劉伊泡 我沒有吃過這個 這個呢 是西安的小炒泡膜 陕西的朋友都知道啊 泡膜就是他們平時的米飯 是這麼形容的吧 反正陕西的朋友 特別喜歡吃泡膜 因為四川人不是那麼喜歡吃麵食 但是最近幾年 四川開了很多家西安的那種 吃蒜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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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麵 不吃蒜 味道小一半 你真是很酸麵的 baby 因為最近幾年四川開了很多那種 西安的餐館 然後都有泡膜 我覺得非常好吃 這是泡膜泡在那個羊肉湯裡邊 哇塞 再加點粉絲 不擺了我告訴你 我還沒有吃過這個品牌的 所以這次買來試一試 大家有沒有吃過這個 劉伊泡 西安小炒泡膜 好吃嗎 好吃嗎 大家如果有吃過這個的 可以告訴我 它好不好吃 我打算等幾天把它給泡了 把它給泡了 把它給泡了 Next one 這個 這是什麼 我看過 這個你當然看過 Rose flower Yeah 這個是稻山村的玫瑰鮮花餅 家裡邊現在還有一個 你看它的包裝 我覺得非常漂亮 非常的少女心 這個應該也是今年才上的新品 之前我都沒有看到買 然後這一次在打醬油下單 我就順便再買了一個 因為我覺得很好吃 我超級喜歡 好乖 我很陪伴你 你上次也吃了一個 你覺得好吃嗎 我記不住 那你現在吃一個 一盒裡邊有四個 一二下面還有兩個 一盒四個 你試一個 我好像急著我吃了 耶 我那天買回來 我就給你吃了一個 好乖哦 它上面還有一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花 那你試一下 你好乖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嗯 你在問我嗎 是我在吃嗎 什麼味道 茉莉花 乖乖這是玫瑰花 哦 玫瑰花 看一下裡邊 你看它的夾心 非常的 裡面是花的味道 滿 玫瑰花的味道 好吃啊 我在這我都聞到了 玫瑰花的香味 好 是玫瑰花 那叫茉莉花 好好吃 好吃 好吃 不給你吃 好開心 你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去雲南的時候 我們跟爸爸媽媽一起去 大理昆明 嗯 我們在大理就買了很多 就是這個 玫瑰香花餅 特別好吃 這款的味道非常好 而且它是稻香村的 所以你知道稻香村是 什麼 稻香村這個品牌 嗯 它是北京的 對 去過北京的旅遊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從北京旅遊回來 一定會買很多 稻香村的糕點 以前我每次去北京 我都會買很多 稻香村的糕點帶回去 因為它是一個老牌子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可以買來試一試 這是今年上了新款 在歐洲這邊 它是一個老頭子 這是什麼 最近我跟Toby正在看那個 電視劇 理智派 生活還是原生 他們吃的就是這個 真的嗎 暴毒粉 這個超好吃 那我來試一下 這個品牌呢 也有幾年了 我剛來丹麥的時候 我還從中國帶過來過 但是當時的包裝 不是這樣的 它越做越精緻了 食人族 我當時還推薦給我 國內的朋友 它裡邊居然有 很多很多包料 你打開它裡邊 一共有六包的小料 所以你每一口都能吃到 就每一口你吃起來 打破了我對傳統方便食品的 一個理解 你對方便麵好多話 乖乖 我告訴你 我一會兒就給你吃它 明天晚上我們要吃方便麵 好 今天晚上我就給你吃 這款飯非常好吃 還有最後的方便麵 這什麼 賣的什麼 海底撈 海底撈 這是海底撈的嗎 他們也做方便麵 因為我沒有吃過 這一次我也看到海底撈 好像也是打醬油 心上的一個海底撈的方便粉絲 什麼 油肚方便粉絲 它應該也是在歐洲這邊 新上市的一款吧 等幾天我試試吧 看起來好好吃 你看辣椒 花椒 辣椒 實在味道 來一餐來一餐 如果好吃的話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也可以買來試一下 然後最後 最後 Rio雞尾酒 你看它包裝還包的挺好的 看 好多味道 你很喜歡Rios嗎 在這裡買不到 我就是衝著這個Rio雞尾酒去下單的 哇塞 我們買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味道 我以前在國內真的就只喝過很普通的這個啊這個啊 其他的味道我都沒有見過 白桃味的 玫瑰荔枝味的 葡萄味 西柚味的 這個呢就是黃金奇異果風味 哇塞 看起來好好喝這個 這個是香草冰淇淋風味 我也沒有喝過 這是Vanina Ice Cream的味道 真的嗎 YES 這個是樂菊烏龍 這個是百香果味道的 特別你現在可以選一個你最想喝的Rio雞尾酒 你可以先試一下 我要選哪一個 它這些都是三度的 酒精度數都只有三度 比啤酒的度數還提 不容易讓人醉的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 對像我這種人不會容易醉 是嗎 你就是個酒鬼丹麥酒鬼 我沒有 別欺負我 它是great fruit 特別喝一下 那跟水水話 嗯 哇哦 我還沒喝了 我要試一下 怎麼樣 它就是西柚的味道 我覺得完全喝不出來它酒的感覺 它就是great fruit 嗯 它加了福特加酒精度數只有三度 所以它的酒味不會太重 不會讓你醉的 所以女孩們就喝 你喜歡這個味道嗎 你覺得好喝嗎 挺好喝的 還有那麼多種味道 到時候你喝了之後 你要選擇你最喜歡的 我全部都要喝嗎 你全部 不是今天喝呢 你也會想喝了就喝 我也以為我也死了今天 那現在呢 我就去給Tobi泡一泡這個暴毒粉絲 然後試一下 Thank you so much 你應該會很喜歡的 哇 實在是太幸福了 不給我買那麼多東西咯 芝麻醬 蔬菜包 叉子 菜 菜 蔬粉 這是辣椒吧應該 辣油 蔬菜包 這個還有個粉 一共七樣東西 滿滿的調料 滿滿的調料 baby你調一個四分鐘的鬧鈴 來吃菜的人類咯 很nice的味道 好可愛 它淡淡的粉色 可以打開了 哇 哇塞 哇塞 好認真 它有真正的肉 第一顆 吹一下 吹一下 有點燙 吹一下 吹兩下 吹三下 吹三下 燙到了還是拉到了 都有 又辣又燙 好吃嗎 你的臉瞬間就紅了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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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味道 喜歡 好給你 我的 還有花點的味道 它這個面有一點調皮 這個是粉絲 粉絲 這個粉絲有點調皮 他有點那樣 还有点硬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 哦它很Q 很QQ的 QQ的 它是QQ的 QQ的 QQ的 好吃吗 嗯 那应该打个分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 好像是我最最好吃的方便 真的吗 我也没有吃过那么多 那绵羊米粉跟这个你最喜欢吃 它不算娘的嘛 绵羊米粉也是粉 我是说方便的 方便面的杯子 你说在杯子里面 对 哦 因为你刚才看到它有6包的肉 好多 我好久没有吃这个 我吃它 我就想起来 找个火车站 在中国的火车站 要做非常 就长的旅行 要从比如从成都到 到到到湘海 或者这种之类的 早上可以在那个小店里面 然后买一个泡面 然后你就可以加水在火车里面 快快那是你10年前的故事 哎呦 想回来咯 想回去 想回去咯 那是你10年前 在中国求学的时候的故事 你知道吗 我们第一次加换生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 我们是到了北京第一站 然后从北京我们要到我们另外的城市 就是我们要变成我们家的城市 德阳 然后他们多么变态 那个 变成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们要从北京开到成都 然后再从成都开到德阳开火车 而且我刚来到中国第一次我都不知道什么任何的东西 然后我在火车上我跟那种就是有同学 叫什么呢 那个佛教的那个 我跟那个生人做了朋友 他多么想跟我说英文 他英文好吗 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他很用力的 就是想跟我认识 很热情的 他很厉害 他会聊天 所以从那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非常喜欢中午的火车 睡觉的那种火车 不你从丹麦到北京才花了十几个小时 你从北京坐火车到成都 那样二三十个小时 三十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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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两天 好佩服你 我从来没有做到那么多 乖乖好感动的 你吃这个东西 让你想到了十年前的memory 还有故事 还有故事 你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哇 哇 那还有豆皮 嗯 我也吃豆皮 哦对了 老婆你要不要 我给你 谁都不吃 哇好吃 嗯 真的好吃 呀 还有一点不是方便面的味道 很好吃 我觉得它看起来很辣 它其实没有那么辣 嗯 看起来它颜色很红 好吃 你给它多少分 我给它十分 这么高 why not 它是最好的 老婆做饭 你才给十分 她也可以得十分吗 它是方便面的来说的 why not 它是最好的 所以你评分的标准是方便面这一面 是吗 嗯 你还要吃吗 那你吃吧 我给你吃 左子嘛 都是我的 我在吃我的粉 你们也可以去吃你们的粉 如果你们有粉 那你就可以吃了 来哥们 来哥们 好的 那这一次的视频呢 就是跟打酱油一起合作的视频 那打酱油这边呢 也给了我一个折扣码 这里 如果大家也有什么想在打酱油上面购买的 大家就可以领取这个95折的折扣码 在整个欧洲地区打酱油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送到的 所以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可以找客服先咨询一下 你所在的国家是不是可以送到的 大家有喜欢什么吃的零食的话 可以去打酱油上面看一看 如果大家也有其他的好吃的 也可以推荐给我 可以在下面留言咯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打酱油开箱 谢谢大家的收看 别忘记给我点赞留言咯 一个赞 然后留言给我 然后我们下次再牵我 Bye Bye